今天就來到這個teamlap 喂 私人 一進來就看到Locker 就可以放大件的背包 接著就會看到一個介紹 總文英文 就是這個注意事項 女士就建議不要穿裙子 因為地上很多都是鏡子 還有自怕棍 心腳架 拍照 用閃光燈 整個場面是沒有指引你的路線 即是你進去 自己隨便走 我一進去就看到很多鏡子 很快 因為我剛才是 外面是比較光 我一進去就未適應到 走一陣子 我怕會撞到鏡子 我慢慢走 小心你 整個場面是不太大 你走一下就有些門 一打開它進去 就看到0個戰鬥 這個就是一個很出名的作品 這就是沒有窮門 還沒有水晶宇宙 這也是適合大家拍照 我去的時候 就認公開售票 可能想像 如果公開售票了 很多人的話 就有些難拍照 注意到地下 是全鏡 拍完這裡 就走出去 看到另一個作品 這個叫做 生死無盡交錯永恆 再走 就看到這個 還花亭 可以坐在這裡喝茶 去完廁所 就看到另一個作品 就是這個波波 運動森林的其中一部分 這部分是小朋友的 他們放了一些畫紙 你就可以畫 畫完之後 比據 他還要在整個螢幕上 你就可以在螢幕上 看到你畫的東西 下一個就是這個水滑體 就叫做 滑梯水果園 這個也是火小朋友 再走 就看到這個 叫做 蛋蛋跳跳床宇宙 都是火小朋友 走出來 看到花 他有沒有 射哪個位是 什麼的作品 就全部都是花 這個另一道門 叫做 光之雕刻 我們走去看看 這個就是一些激光 但是我覺得 有點難 跟他合照 我們就慢慢欣賞他 這麼快 我就走了 因為我覺得 很多地方 都很像 都是花 我自己一個去 沒有幫我拍照 如果兩個人情侶 一上去 就可以拍幾個小時 沒問題 那我去到出口 就是這個 賣紀念品 這個就是 綠茶包 一百二十元 普幣 有七小包 這就是貼紙 這就是書 我總的來說 就是覺得 有點亂 第一次去 他沒有指示 說要先走哪裏 那些工作人員 就不太盡責 每個人都有介紹 一些註事行 可能就要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 按個vlog 就多點多了 等公開售票 大家就進來看看 拜拜